卷王卷王还是卷王 如果说今年外视群有什么词出现的频率最高 那卷王肯定是第一个 别说屏幕前的各位了 就连我自己有点懵 这个也叫卷王 那个也叫卷王 结构一上手 要不就是外壳差点意思 要不就是轴体拉了点跨 反正就很难做到完全满意 本期视频这把卖从G75的大货版本 咱们也不管它叫什么卷王了 就以一把99元起步的键盘视角来看一下 这款键盘目前正式推出的大货版本 现在还值不值得入手 那我手里面这一款是249元的抹茶拿铁轴 那虽然不是90几元的版本 但这个外壳内打PCB填充什么的都是一致的 管中汇报可以大致的看出来 90元版本的一些基本的表现 具体的配置方面 我刚看了一下 这个90几元的版本又是没货的 卖从你就老实交代 手法准备了多少把 这可太近点了对吧 所以现在想入手的 只能从149块钱的起步 在这个配置下 你可以得到一套还不错的九红轴 RGB灯光 键帽也变成了测客渐变的 甚至比我手里面这个顶配的键帽 还要高级一点 差就差在这个4000号式的电池 和少了一个背部的名牌 其实手感和199版本 是拉不开什么太大差距的 这里我建议 如果你能喜欢这个渐变 那就入手九红轴就OK了 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版本 如果喜欢三拼那就入手白菜豆腐V3 至于更贵的抹擦拿铁轴 那肯定是最好的 不差钱预算直接上就OK了 就性价比来说 这一票我投给九红轴 来到键盘的外观方面 键盘采用了紧凑的75布局 右侧直接拉满 给到了6颗功能按键 非常的夸张 在大家都砍掉 这个功能区按键 做什么旋钮屏幕的现在 绝对是一个使用档 狂喜的改动 右下角方向键和座位按键对齐 左侧独立出了一颗大小鞋子 左上角是这个模式的切换按键滑块 前高是19毫米 卡得非常准 外壳的晒纹方面 我看了一下 可以发现这把键盘的底壳和上盖 它的色温其实是差了一个塞鞋 底壳会稍微的偏冷那么一点点 磨砂的晒纹 底壳也会偏粗 上盖的话是偏内敷偏光滑的 整体都做得非常均匀 在这个转角位置也没有发现什么硬力纹的存在 在边缘位置还是可以看到有一圈这个横温线 细节方面还是有可以提升的空间 背面这里是一个19900分以上才有的铝合金装饰块 上面有这个脉从的适应logo 那这个玩意在之前的GX175上是取消掉的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非得印这个字在上面 稍微丑了一点点 键帽是一套PVT的三拼原厂高度 保护度是比较低的 是一套和白底键盘 怎么大家都不会出错的类型 手感是偏粗磨砂的 水口干净 这个价位算是非常不错的表现 非要挑的话就是这个制服 还是住宿位置偏光滑了一些 和作为会有一定的异物感 摸起来的一体感 并不是那么的强 也是这个价位的键帽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了 这里没有太多可吐槽的地方 就外观上来说 最让我感觉眼前亮的还是键盘顶部的收纳舱位置 外侧这里做了一块磁系的金属名牌 既隐藏了收纳舱 提高了整体外观的一致性 有丰富的设计 背面看也不至于太过于单调 在低下位的键盘中 有这样的形式去做这样的设计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接口周围一圈是没有做倒角的 摸上去的话还是会有一丢丢歌手的感觉 希望以后这里系列方面可以再加强一下吧 首体我手里这一款是环螺的抹擦拿铁 V2和这个胶糖拿铁是同模具的 口碑很不错的一套模具 声音好听手感顺滑 在没有防尘臂的情况下 稳定性也OK 首体自带了导光柱 在边缘做了一定的斜切避免卡键帽 对键盘整体的RGB亮度会有很明显的提升 下面来一段打劲给大家欣赏一下 好来到键盘的拆解环节啊 打开键盘上盖住宿厚度2.7毫米 比一般同价位的选手是要厚的 配合底盒是让蜜月麻麻的加强机 给键盘带来了非常强的抗扭转性了 同时底盒的硅胶填充也没有做刀法 老老实实的把每一个格子都给照顾到位了 底面的材质是一种叫做EPDM的合成橡胶 拥有比Prom更强的发泡感 同时有一定的慢回弹特性 主要的作用还是用来吸收底盒的震动 并不会产生过多的支撑 整体内的下层空间还是保留的很好 8000毫安时电池也给键盘带来了950克的折击重量 有一定的压手感在 主控还是背影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能耗比一直是蛮不错的 其实4000毫安时也可以用很久 8000毫安时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到你忘记它需要充电了 括号不开通的情况下 演示这里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当做一个参考 总结一下这款键盘 脉从G75是一款非常成熟稳定的产品 它的外观确实没有太多的设计 它非常清楚在几乎成本被压缩到极限的情况下 自己可以做到什么 它并不是绝王 只不过是把钱花在了招刃上 针对的就是低预算需要稳定使用的人群 在G75上也可以看到之前X系列 K系列沉淀下来的一些东西 在这个价位如果不喜欢旋钮屏幕 需要小配列来保证游戏空间 又或者想兼顾一定的文字性的 那脉从G75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好了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的人很喜欢评论去说 这个键盘 大家积极评论 说不定就受不了点收缘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K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收到了两款时光龙GK系5 其中一款是青春版 先不说他俩的做工怎么样 放在统设化比较严重的键盘市场中 也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了 GK系5支持多旋钮的热插拔 外加分裂的空格 青春版这边是一个光轴的键盘 总之都是各有各个特点 这里就先聊一下这个三模版的GK系5 在外观方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左右两边的旋钮了 刚到手默认左右都是音量旋钮 左边的旋钮按下就是原本的ES1按键 我现在用驱动调整了左边旋钮旋转的时候 是调整光标的位置 可以快速的定位文档位置 比方向键会更加的灵活 也可以通过驱动去修改成其他功能 这一点就看自己的使用情况了 旋钮的编码器特意设计成了一个轴体的外形 官方给这个东西起名叫旋风轴 通过底下的四个点位和电路板接触 键盘一共准备的六个位置可以安装旋钮 至于放在哪里的话就看自己需要了 如果真的想的话甚至你可以把六个位置都插满 当然官方就没有送那么多编码器 需要自己额外购买 这把键盘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牛逼的地方 就是在空格的位置 这块定位板是可以拆卸的 通过更换官方的分裂模块 可以把空格分成三段 这种操作我还是第一次在量产键盘上见到 调教难度也会比班德一根空格更加的方便 至于键盘的外观方面 对比之前我提到那些卖点就显得比较普通了 方正的黑头上盖 正面是完全没有任何logo的 背面有一个金属名牌 上面有开关的刻度标识 放在背面的话 操作起来就相对的没有那么方便了 右上角这个二维码扫描之后 就是键盘驱动的下载链接 对比其他品牌把驱动藏在说明书 或者要询问客服后才给发的操作 自己贴在后壳方便的时候随时都能下载 这个还是挺好的 不过驱动做的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2.4G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连接驱动的 只能通过有线连接使用 驱动界面的功能非常多 甚至还内置了许多红文件 可以一键实现游戏中的各种操作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但整个驱动的布局 我觉得还可以再稍微的优化一下 现在的界面还是显得稍微臃肿了一些 有一些功能就算有也得花一键实验去寻找 配合多层及可制定的修改 我刚上手这个界面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猪脑过载的 从官网的更新进入来看 这个驱动更新的还是蛮勤快的 这里表扬一下工程师 也希望以后可以再优化一下这个界面吧 拆解方面的话难度并不高 先拎下脚身底下两颗螺丝 配合撬棍就可以很轻松的取下上盖了 定位板通过螺丝固定在底盒上 中间这个硅胶夹心垫大概是我见过最忙的夹心垫了 身兼三直 除了当好自己的夹心垫 还要当走下垫 还要当个硅胶垫片 官方管这个叫Line Gatsky 就是Gatsky的青春版 有声音表现来说 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偏向于刚性结构的键盘的 说人话就是没有刚位 键盘底部有一张真著名的填充 电池4000毫安时 可以看到是有非常多加强镜的存在的 整体的刚度也非常OK 轴周的话是CY的 在官方的宣传页面上 这个PCB用了8芯片的管理 拆开的时候确实 这个视觉冲击感还是蛮强的 可以看到的地方都塞满了芯片 无线方案是北欧半导体提供的 我也尝试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来测试这把键盘的稳定性 比如说隔了一扇门 键盘依旧是可以正常触发的 就挺牛逼的 轴体方面也是青春版和三模版的一个主要区别 青春版用的是一个较快银V3的光轴 这个和TEC那个不一样不要误会了 内部的结构和常规的轴体区别也是蛮大的 光轴是不需要依靠弹片通电来触发的 轴心去切割PCB上的光路来实现开关 所以就不需要去做弹片的去抖动 光轴的触发也会比普通的轴体更加的迅速 算是一个在游戏方面的优势了 但是有点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 为啥死光龙的光轴内部还保留有金属弹片 这块金属弹片是完全不缠任何轴体的工作的 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弹片音 有直到大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一声 这个冰川玫瑰的话是一个大段落的轴体 对大剑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 相当于出场就会上了个buff 就第一感觉来说 这个大剑肯定是不会差的 我在更换成了先停走之后 就会有一定的杂音 左右会有一点点的空间层 不过整体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 总结一下 这两把键盘放在目前相对同质化严重的市场 可以说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键盘了 从青春版的光轴 再到三末版的多旋钮分裂空格 都是有自己的创新点 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难得的 至于键盘可以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更多是在软件方面 比如说驱动适配的并不是很好 不支持2.4G有限连接 还有驱动界面相对比较臃肿 这两个问题是需要以后 工程师来不断磨合 结合键盘400多的售价 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产品 当然你入选足够 我肯定还是推荐上这个三末版 在功能方面会更多一些 好了 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给大家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软件